既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嫩 不如我们再嫩得彻底一些 做回小时候的公主梦 那要怎样才能把自己打造成 气质高贵又典雅的公主呢 皇冠之类的法式当然是必不可少 我们未必都出生在皇室贵族 但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被疼爱 被珍视的渴望 在这个装修的像小皇宫的店里 你也许就可以感受到王子公主般的待遇 这个店的概念是来自于 我们老板娘的一个梦想 她从小就会有一个梦 她的梦是里面会有一些很活泼 很可爱的童话的一些产品 因为是从小就是对皇宫 王子公主这些类型的东西 特别的喜欢 店里的产品全都围绕着皇室主题 充满皇家气息 一些以王子公主为概念设计的饰品 既闪烁又可爱 林小姐我想知道 在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些产品 是特别受欢迎的呢 有一个阶子 这是我们很好卖 也是明星客户很喜欢的 这是那个皇冠样子的阶子 它的材质就是925存饮 在电度白金 然后呢 它的特色呢 就是可以打开 里面呢 就是那个放进高石 是反转 所以呢 看起来就会比较亮 我们有一条链子 就是在意大利做的 那个链子也是925存饮在电度白金 然后呢 有那个钥匙 钥匙上面呢 就写住那个王子爱你 另外一个呢 就有一个心 里面就可以打开 写住那个笔卖的 所以呢 很适合情侣戴的 不同的产品 适合不同的客户 戒指和链子 很适合情侣佩戴 头饰和手饰则 则受到女生们的追捧 女生想要当一次公主 那就要试试戴王冠的滋味了 除了皇冠 店里还有各种 不同类型的头饰 这些头饰 不论是做工 还是样式都非常的好 戴在头上 更显一种高雅气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